段段再加上这个年龄 我们会觉得 这个女孩谈恋爱还没有谈够 认点性啊 也好理解 当然你说完后半段的话 我就觉得啊 这个事儿其实还有另外一层原因 其实你也在疗伤 你对她的情感诉求 更多是你自己的需求 为什么有的时候 你觉得你对她的好 她为什么没有感受到 甚至她要逃 因为在恋爱当中的真正的好 一定是产生共鸣的 你所对她的好 在某种程度来讲 对她是一种负担 对 老师我就觉得 我对她特别好 她就一直在躲着我的感觉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其实一方面对她好 另一方面觉得 那我已经对你这么好了 那我也应该要得到一点 对 我应该最幸好 对 因为 我就觉得我爱她有200% 她爱我呢 20%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这种爱最终 你要以对方的这种感受为准 她得接受到才可以 她接受不到的话 那你的爱对她来讲 可能是一种负担 你原来的原生家庭怎么样 我们非常能够理解你 但是对于一个这么年轻的 你的男朋友而言的话 她现在没有那么大的心理素质 完全能够承载得了 她其实不是不爱你 她是累了 她是觉得一下子 面对这么多的事情要做 她做不过来 所以说对你来讲的话 我希望细水长流 你懂吗 就是如果你觉得她够好 应该要学会 按一下暂停键 然后给男生说 这个女孩目前来讲 你也听到了 她把所有的情感 都放在你身上 那么现在我能看到 你在犹豫 如果你觉得能够 给她多一点的耐心 比如说她去医院了 后半夜打车自己回去 我可以暂且理解给你累了 但是那种行为 对她来讲伤害至深 无疑是在给她身上撒盐 和平时的吵架 绝对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所承载的 要比别的男朋友要更多 她不是一个简单的 任性这么简单 你可能还帮她疗伤 你能不能做得到 如果你觉得你承受不了了 那就尽早地 明确地告诉你的女朋友 对不起 我真的做不到了 不要一直这样拖 其实这种拖 对她的伤害更大 爱就好好的爱 给她努力 给她一点时间 如果你觉得做不到 就赶紧告诉她对不起 但是要感谢 她曾经对你的爱 好吧 谢谢余老师 谢谢余老师